创立于1984年的耀华电子 历经产业发展 持续研发能量 满足顾客需求 强化企业竞争力 目前是全球十大 HDI电路版的制造商 108年10月3日 耀华电子首度举办 供应商伙伴交流会 增进上下游产业价值链的互动 耀华电子公司董事长张元明 感谢众多供应商伙伴 多年来陪伴耀华电子 从早期PC使用的多层版 到智慧汽车使用的汽车版 再印刷电路版 产业深耕精进 特别颁发感谢状 向长期支持耀华电子的 优秀供应商致意 请先向前方镜头 3 2 1 好 谢谢 谢谢 董事长张元明 与多位供应商代表合影留念 期待在产业不断创新 更迭的时代 全体供应商伙伴 能够携手并进共创夹击 7月社会 非常重要 除了照顾我们希望公司永续居营之外 我们还是希望整个是他能够照顾我们的员工 也对团队更友善 然后也对于7月社会的贡献 当然是能达到对整个7月社会的贡献 在交流会中 耀华电子公司总经理洪显青与供应商伙伴分享 耀华电子善进企业社会责任 永续发展的历程进行专题演讲 洪显青指出 耀华电子成立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委员会 并持积极创新 团结和谐 客户导向 谨守诚信的企业精神 提供客户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携手供应商伙伴成为优质的社会公民 透过近年来的盘点 耀华电子聚焦回应了12个联合国永续目标 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 一本连政府机关他来我们公司做介绍 他就觉得我们公司在这方面做得蛮好的 那甚至说他们要求有些其他的 我们算是竞争厂商 有些油厂 他们有些不太有经验 说到底要怎么去改善 他们建议说他们来我们这边观摩 那所以说这一部分我想应该不错 蛮不错这整个卸赏活动会帮助我们 把我们已经在做的 那观让我们自己去省事说 到底哪个地方还做得不太够 可以再加以改善 耀华电子邀请优质供应商 杜邦大中华区总经理简浩阳 针对杜邦公司 历经200多年的企业发展 如何永续经营与时俱进 与在座供应商伙伴分享成功经验 在这个端点跟端点上 我们在永续发展的这个 这个技术创新 就是针对耀华在这个电子产业的地位 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在 这217年的历史上 可以在永续发展站 跟他们持续的合作 大家互相的争议 另外也邀请中华民国企业 永续发展协会秘书长莫东利 为在座企业针对永续供应链管理趋势 进行演说 其中针对永续供应链管理的倡议 以及资讯揭露 提供了产业行为准则 和揭露的平台 鼓励供应商伙伴 能够共同合作 创造解决挑战的创新想法和作为 从各自的产业 永续目标开始行动 所谓的降低污染 降低这些劳动人权的一些负面冲击之外 那我们又有另外的一个 供应链有序管理的目标 是在跟供应商一起合作开发 对我们的商务客户更好 或是更永续的一些商业模式或商品 那这样子我觉得对 邀华公司来讲 我们的与工坊两端都有兼顾到 邀华电子聚焦全球永续目标 建立多元伙伴关系 首都举办交流会 就获得众多供应商伙伴响应 期待在共同旅行企业社会责任 提升供应链价值的同时 能从内部的CSR作为 到供应链管理 促进邀华电子 协同供应链伙伴 一起迈向永续发展